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元节以及普渡 开始之前请各位为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在这个农历七月 我们来谈谈中元节以及普渡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要举办中元节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中元节的活动 例如西洋的万圣节 墨西哥的死灵节 它的意义其实都藉由一个节日来怀念 已经从人生毕业的亲朋好友门生孤立 无论是认识或者是不认识 都希望人名两乐 如果中华文化里面的清明节 是属于一个小爱的家族追思 那么中元节就是大爱的庆典了 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中元节或是万圣节或是死灵节 都是在秋季举办比较多 而为什么呢 因为秋冬两季 尤其是秋季 它是属于一个肃杀的月份 所以中华文化会有所谓的秋后问展 而秋冬两季就是万物农商 它要逐渐进入休息 人们也比较有空的时候 秋冬季节就是可以看作是死与犀生交替的意味在了 而在中华文化中华 中元节在深月 也就是意味着三界交融之时 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好月份 所以它并不存在的七月份不能够婚伤喜庆或是桥迁装潢 买卖房屋 或者是汽车购买等事 这个只是民间的以而传而 在正统的七正事与占星学以及武术相关的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就像是怎么样呢 老师举个例来说 就像是以前的世界征服者 陈吉思涵的时候 当时只要天上打雷 就是代表有人做什么呢 他跨桌子跨碟子 甚至你在河里洗衣服 流水洗衣 或是把你的衣服洗干净来来晒 露天曝晒 这就会引起长生天的震怒 所以说他就打雷了 一定要把那个人抓出来 把他头给砍掉 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已 对于采购与装潢需要的是择日以及择时 这称作选吉 就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这个在老师过去的择日学这个视频里面就已经有说明 各位可以回顾去看一下 回到主题 我们在中元节办理普渡 其的用意就是在宴晴 也就是这三界融合的时候 欢迎另外一种生命形态的朋友 来我们这个维度走走看看 神神卿故地重游一下 而在这个时候 整体的三界秩序将会由天上派遣一个专职的神明 也就是我们称作为普渡公 来维护各种众生的秩序以及纪律了 那么这个普渡公又是谁 普渡公又称面然大士 又称艳口鬼王 他本来是佛教的护法 后来被道教来引用成为一个神奇 俗称大士爷 大士仁 以及普渡公 他普渡公 他原来在佛教是什么样的神 他原来是形容一个颜面必被火燃烧的鬼王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报生 什么是报生 报生就是佛教里面有所谓的应生 报生 法生 三生之一 以后有机会会跟大家来说明 今天我们就不去深入研究了 释迦摩尼的弟子阿难陀 为解救恶鬼面然 他就让佛陀说出了怎么样去做放艳口的遗鬼 然后恶鬼面然 因此而皈依了佛门 而成为了佛教护法的面然鬼王大士 这套遗鬼其实在余兰盆结中也会用到 在后来宴口鬼王被道教来引用为神旗 道教认为在农历的七月 所有阳士想香火的这些亡灵 都归这个面然大士所管理 不少地方的中原法会 他在祭拜亡灵之前 他会先拜普渡公 也就是面然大士 所以我们一般在做普渡的时候 都尽量安放一个普渡公的牌位 这个神位其实不用太正式 不要去盯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牌位 其实不用 你拿一个板子甚至纸板都可以 你只要固定好不会乱飘 那上面贴一个红纸 我们只要书写为普渡公之位 这就可以了 这个牌位其实在你普渡完办理之后 跟一般的金子一起焚化就可以了 而在普渡之后过程之中 我们一定要谨记的一件事 普渡它叫做燕客 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宴会 举办一个兵主敬欢的宴会 主人他不会要求客人 你要给我主人什么样的报酬 如果主人他要报酬 那就不叫做宴客 那叫做开餐厅了 所以是说在普渡的时候 不能也必须吉利的去避免 你要在普渡的场合许愿 为什么 哪怕他是许愿何嘉平 或是生意兴隆等等的 无论你是要求财求利求姻缘 都是不适当的行为 为什么 除了刚刚讲到的 这个只是一个宴客 大家来吃吃饭的 如果你去给他许愿 那么你当然会破坏原本和谐的宴客气氛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来的众生不见得他都只是来过过场 吃吃喝喝就离开的 有一些会把你的祈愿当成一个邀约 他会趁普渡公不在的时候 钻着控制 他就不离开了 他会在你身边帮你处理你原本祈求的事情 但是各位要知道 任何的服务 他都是有价的 他都会要求报酬 就像做生意一样 你假设你去进货 你进了10块钱的货 你不会只卖10元 你一定会卖比10块钱更高的价格 那么这位众生 他因为你的要求 他帮你办到的这件事情 他要得到的 就不会低过你所得到的价值 这个时候 结果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这种事情一旦类似发生了 虽然是极少数的状况会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了 这个事情就很不好处理了 因为来调解的神明 他会知道 这明明就是你自己跟他要求的 不是他强迫你无偿给他什么东西 所以说在调解的时候 有一些众生 他就会失子大开口 要跟你漫天的要求 你要办法会 或是烧多少纸给他花 有的当然就是说 比较和善的 他就意思意思一下 随便给他办个法会 或是给他一些代价 他就会离去了 但是这个很难说 为什么 因为人世间 他都会遇到碰瓷的无赖 那么在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也会有地痞流氓 给你漫天的找麻烦 不是这个问题处理不了 而是处理起来 非常的麻烦 而起因却是什么 却不是他要特别来找你的麻烦 而是你一句贪婪的要求 而做出了起愿 而引起的 所以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所谓大鳄都是由小畜生 大善都是从举手之劳起 就是这个意思了 而普通的公平 最好也不要上荤菜 也就是所谓的鸡鸭鱼肉 猪狗牛羊 狗以前是来吃的 因为祭司而杀生 这并非是一个合适的行为 而最主要的 如果你祭司后 大家要把这些祭品给吃了 要记得现在是秋老虎的季节 在这个秋季炎热的时候 这些荤食都非常容易的变质 吃祭司之后的鸡鸭鱼肉 而然后引起上吐下泄的 其实每一年都屡见不鲜 很多人就把他这个问题 灌在给这些众生上面 说什么 这个是因为他体质比较敏感 这是因为众生吃过的 所以是说你就会拉肚子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乱贴标签 或是乱甩锅的概念 在这个季节 哪怕是你中午吃的便当 你这一餐没有吃 你隔餐去吃这个便当 你都可能吃下去之后 你整个拉肚子了 你放在外面拜拜几个小时 而且又是日晒 然后又有空污的 你吃下去不拉肚子 没有上吐下泄 那是你运气不错 身体还算强健 如果是吃坏肚子了 又上吐下泄 其实那只是刚好而已 而在浦都的时候 有另外一方的民俗祭拜方式 就是把贡桌怎么样 摆在自己家里面 比如说放在你这些厨房那边 然后再从外面拿着香 然后拜拜的 请这些众生进入家里 来享用这些贡品 当然老师也不建议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种方式 防君子 他不防小人 一群众生容易呼啦啦的整个进来 吃完之后又呼啦啦的离开 真的吗 里面难保不会有一些 躲在家里不出去了 而这种状况 当然也是极少数才会发生 但有时候发生 他就发生了 所以尽量在做这种普渡的时候 尽量是在户外去做祭祀 或是大楼社区公司行号统一祭祀 这个是会比较好的方式 而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拜过普渡的食物的味道 好像比较淡的一点 也比较容易腐败 首先腐败的原因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了 它跟气温跟环境是有关系的 你曝晒之后的一些食品 你再回收 他一定会有高低温的一个落差 这样子 本来就让食物比较容易腐败 这个部分 其实是比较没有争议的 但是如果味道会变淡 除了温差之外 既是过的食品 的确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形发生 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吃得出来就是了 为什么 因为生命的形态不一样 所以说他享用这些贡品 这些食品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植物 无论是稻米 树苗 花卉 你种在土里面 植物就会长大 但是植物长大了 它的物质变多了 但是你的土壤没有减少 各位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 因为植物 它不是直接去把土壤给吃掉 当作它的粮食 它是吸收了土壤里面的养分 而养分被吸收 却不会让土壤明显的变少 但是植物却可以不断的长高长大 甚至开花结果 就是相关类似的意思了 所以祭祀过后的贡品 在某种层面上来说 也真的是被另外一个世界的生命 它食用过了 但是不一定是我们传统认为的 它是用纹的或是用吸的 但是确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享用过了这些的贡品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人他比较敏感的 他吃起食物来 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或比较软 或是比较没那么好吃 或是比较没有味道 这是有机会会发生的 那杨士智能吃了灵界朋友吃过的食物 会不会产生问题 当然是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本身的维度就不一样了 就像怎么样 老师还是举个例子来说 磁铁它是有磁性的 但是磁铁没有办法吸附在塑胶上面 因为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属性不同 就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知道三界之间 人灵之际我们生命的旅途总会有不同的面向 呈现在不同的维度之中 我们常常会以为 我们现在这个阳世的维度 才是一个最真实的世界 然而你有没有想过 真实跟虚拟 它的界限到底是如何区分的 为什么几千年以来 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 甚至宗教家 他们都一再的去阐述 精神永远会比你物质来的重要 但是奇怪的事情是 我们人类为什么会需要物质才能够生存呢 在物理与道理之间 或许我们都懂得太少 我们可能都坐在井里面去研究着 这个天到底有多宽 这个地到底有多广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若你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 记得帮老师分享出去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以及周边商品 下方也有老师的咨询须知 以及卖场连结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